我穿成了PO文女主的妈 晚上十点 男主来给我女儿补课 声音听起来不像在讨论学习 男主 你和她是什么关系 我女儿 别问了 男主邪魅一笑 小家伙 待会儿你就肯说了 我一脚踹开房门 什么关系 互为相反数的关系 尊敬的王子公主请三连 小朵跟你们是真玩哦 正文现在开始 连初一的知识点都不会 你当个屁的补习老师 不如回家养猪 女儿的眼神慌乱 妈 你怎么进来了 我冷哼一声 我再不进来就要出事了 阿姨 我刚才是在给文文讲题 男主看了看我女儿 说刚讲到最重要的部分 女儿顿时满脸通红 逼着头不说话 喂 110吗 这里有人耍流氓 补课结束 你可以走了 男主走过来 动作不太自然 阿姨 你真的误会了 家人们 我看了上千本托文 能相信他 我一脚把男主踢出了门 转头看向身后的女儿 原著中 唐文文的下场凄惨 毁容毁身 不到三十就人死得命 此时他还没有坠入深渊 看上去像个水蜜桃一样美好 乖巧懂事 去休息吧 以后我来给你补课 唐文文眨眨眼睛 妈 你会高三的内容 看不起谁呢 博士毕业 跟我说这些 第二天 我亲自送女儿去学校 看着她进去 迅速换装 也一起混了进去 一下课 唐文文去上厕所 我紧随其后 拐个弯 人却不见了 我立即进女厕找了一圈 不在 周围也没人 却看到男厕门口 放着一个正在打扫 禁止进入的牌子 下课了 你开始打扫了 我果断走进去 拼见一阵说话声 昨天被你妈打断了 现在继续 既然要追求刺激 那就贯彻到底了 又是男主 真是阴魂不散 我迅速走过去 在门口大喊 着火了 着火了 男主瞬间丢开唐文文 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了 比狗还快 唐文文衣服凌乱 脸上还带着潮红 愣愣地站在原地 像是没有反应过来 过了几秒 她蹬在地上 低着头 不跑也不躲 我走过去 文文 唐文文惊讶地抬起头 眼睛在黑暗中亮了一下 妈 你怎么在这里 我胡说八道 出门买菜 唐文文环顾四周 很为难地说 我不爱吃屎 我女儿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 我把她拉起来 迅速朝外面走 此时 男主还在外面大喊 着火了 厕所着火了 几个学生围过来 厕所怎么着火 是着了 男主 才察觉不对 好了 知道了 这个男主 也不太聪明的样子 当天 我带女儿去了医院 做检查 等结果的时候 我告诉她 女孩子要学会自尊自爱 要学会保护自己 她今天一听到着火 丢下你就跑了 不愤留着过年穿腊肠吗 原住中 男主陆成 虽然是个学霸 但是衣冠禽兽 不仅夺走了唐文文的第一次 后来为了权力和地位 还把她献给了领导 可以说 女主下场凄凉 她是主要原因 唐文文沉默了几秒 我以为她在反思 结果她说 我也不爱吃腊肠 陆成说 让周末我和她出去玩 就请我吃麻辣烫 你真的 吃点好的吧 唐文文的体检 一切正常 当天晚上 我带着礼物去陆成家 陆成妈妈一脸担忧 陆成最近身体不舒服 说是骑自行车的时候扯到了 呵呵 是怎么扯到的 我还不清楚吗 陆成妈妈 陆成给文文辅导的怎么样 怎么听说你不让她去了 已经快辅导到床上去了 还能去 主要是担心 影响陆成学习 影响不了 陆成这次月考 考了年纪前五呢 原著中 男主就是一个学霸 我抬高声音 第五 以她的才华 不应该考第一吗 陆成妈妈 我推荐你几个辅导班 每天两节课 午休和晚自习 周末十节课 还有这些练习册 五年高考 三年模拟 都是我买给她的 谢谢她对文文的照顾 我从身后拖出两箱习题册 居心险恶 做完这些 她肯定能考第一 几天之后 我在校门口 再次看见了陆成 她憔悴了 眼睛下面挂着黑眼圈 形容枯稿 看上去苍老了好几岁 仿佛身体被掏空 眼睛里没有那些世俗的欲望 我妈最近给我报了很多补习班 现在我睁开眼睛就在学习 闭上眼睛 连做梦也在学习 话还没说完 就被陆成妈妈带走了 我在旁边 嘎嘎直乐 周六 我要做大餐 唐文文自告费勇帮忙 买个菜的时间 又出事了 爸总双眼赤红 我被人下药了 家人们无语了 为什么爸总会出现在菜市场旁边的巷子里 这合理吗 爸总说 文文 你帮帮我 我会对你负责的 哦 我想起来了 这个爸总就是男二号 女主的第二个男人 唐文文一脸为难 妈妈 怎么办 我冷静地按住他 别慌 然后从包里拿出一个药 对进男二嘴里 这是解药 男二愣住 你随身还带着解药 我 这只是我偌大仓库的一小部分 身为po文女主的妈妈 随便带几种解药 不过分吧 男二吃了药 却继续在地上打滚 不行 这解药不管用 再不做点什么 我会死的 救救我 眼 接着眼 唐文文心软了 妈妈 要不我 我再次把它按回去 我来解决 说完 转身离开 一分钟后 我带了一条恶犬回来 真正的高手 从来都是两手准备 巷子里 爸总看着狗 狗看着爸总 泰迪嗅了嗅空气中的气味 瞬间眼睛一亮 猎杀时刻 甩着舌头 开始往爸总那边冲 我拉都拉不住 真不知道重要的是谁哦 爸总吓得光速痊愈 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 话驼来了 都得说一声牛逼 谢谢 我好了 我没说话 你好了 狗发了 一边盯着爸总 一边开始流口水 嘶哈 嘶哈 看着爸总紧张不已 我一手拉着女儿 一手牵狗 准备继续去买菜 却突然被叫住 爸总 我要报答你们 我会对文文负责的 我拦住她 打住 先别管文文 你能能对狗子负责负责 哈喇子都留一地了 你全都没瞧见 是吧 没人为泰迪发声吗 此时 爸总已经穿好衣服 西装上身 看上去人母狗样的 原住中 他身价千亿 富可敌国 被仇人下药之后 和女主发生关系 一直以负责的态度自居 但其实他家里 有一个未婚妻 故意让两人辞尽 女主的悲剧 他就是最大推手 现在还想来沾边 我直接退 退 退 负责就不用了 他拿钱买来的 爸总拿出钱包 自信展开 多少钱 两千万 多少 我微微一笑 两千万 收支票 爸总自信的笑容消失了 开始犹豫 没想到 有钱人也能这么扣扣搜搜 我耐心劝他 两千万就你一命 很值了 叮咚 两千万进账 朋友们 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狗 确实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 第二天 我送唐文文去学校之后 打听到了爸总未婚妻的地址 爸总的未婚妻叫白若曦 原住中 他因为家道中落 只能和爸总联姻 但是因为被挑拨辞尽 最后非但没能自救 家族产业还被爸总吞并了 刚吞并完 新政策发布 他的家族产业赚得盆满钵满 全部进了爸总的腰包 我找到他第一件事 就是提出合作 我手上有两千万 可以出资帮助你们公司度过难关 白若曦受宠若惊 为什么 我喜欢帮助美女 白若曦一脸娇羞 可是 我已经要结婚了 我点点头 说 我知道 上次我看到她了 在巷子里中了药 说要想办法解读 嘖嘖 摇头 叹息 我把那天发生的事情 说了七分 藏了三分 最完美的谎言 就是七分真话 三分假话 天地良心 我说的这些 每个字拆开看都是真的 白若曦的脸色当场大变 我希望她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以白若曦像这样的美女 只要不在大街上拉屎 肯定会有人喜欢的 当然 如果真的拉了 那也有好这口的 离开她家的时候 刚出门 爸总就回来了 远远的 我看见他们在院子里说话 两人不知道说了什么 白若曦突然抬高声音喊 那你是怎么解的毒 你脏了 白若曦和爸总的婚约黄了 她哭着来找我 扑进我怀里哭 姐姐 我该怎么办啊 我当场甩出两千万 入股了他们公司 白若曦激动地抱住我 小脸梨花带雨 我见油脸 姐姐真好 首先 我不是女童 其次 我不是女童 最后 美女谁不爱啊 过了几天 我去学校接人 一进去 却看到爸总和唐文文说话 校长跟在旁边 唐文文红着脸解释 妈妈 这位先生准备捐赠一栋楼 今天来学校 让我带他参观参观 这算盘打得响啊 我在喜马拉雅山之巅都能听到 爸总穿的西装笔挺 几天不见 我却觉得他的面向越来越像狗 但我不好开口 这多少有点侮辱狗了 爸总笑得狗里狗气 说 等楼盖起来 就叫斯文楼吧 校长 文学的文吗 爸总微微摇头 视线暧昧地落在我女儿身上 是唐文文的文 呦 我他妈要吐了 迅速把狗从篓子里放出来 上 自从巷子遭遇之后 我就把狗子收养了 爸总一看到他 迅速下的后退 不好的记忆涌上心头 校长上前置之 唐文文妈妈 快把你的狗拉好 别让我们学校的贵客受惊了 呵 想得美哦 正在这时 白洛西也来了 他家的公司 已经成功渡过难关 又恢复自由身 走起路来意气风发 爸总一看到 他就拉长脸 想来找我复合 我告诉你 现在已经晚了 白洛西给了他一个大白眼 晦气 我是来找文文妈的 然后笑眯眯地对我说 姐姐 今天晚上 我请你们吃大餐 吃完我能不能住在你家 他挽着我的手撒娇 我笑着点头 爸总如晴天霹雳 指着白洛西 手指颤抖 你怎么会认识他 白洛西 那天在巷子里的事 我都知道了 他把我编的剧情都说了一遍 爸总瞪大眼睛 一脸慌乱 谣言 全部都是谣言 但根本没人信 家人们 我一直以来都是被别人造谎咬的 今天 我终于站起来了 走别人的路 让别人无路可走 校长惊呆了 真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人 爸总彻底慌了 校长 你听我解释 刚上前 校长立即往后弹跳了一大步 愤怒地大喊 我现在就叫保安放狗 把你赶出去 我为什么奖励他 校长沉默了两秒 改口 我现在就叫保安把你赶出去 爸总是被赶走的 出门前 还不忘朝女主投来一个深情的目光 但唐文文现在没空理这些 她全程护着怀里的狗子 一脸警惕 生怕恼羞成怒的爸总冲上来对她动手 回去的车上 唐文文眼睛发亮的和我说 妈 原来上次你的做法是对的 你好聪明 一眼就看出她的取向是狗 低调 你妈我也是一不小心 就占领了智慧的高地 这时 碰 车身突然震了一下 撞车了 车头和一辆黑色面包车擦撞在一起 我下车准备理论 对面车上突然下来四五个大汉 个个满脸横肉 来者不善 站在最前面的男人穿着黑色背心 露出胸口上抖大的英文文身 I love shit 我作为一个博士生 英语国砖八的人 当场被创得头昏眼花 说过多少遍了 多读书 没坏处 Ishay人时走过来 看了一眼车头 怒气冲通的说 我的车坏了 赔钱 她的话和她的爱好一样 不顾别人死活 刚才分明是他们恶意加塞 应该他们赔钱才对 我正准备问候一下她的祖宗十八代 唐文文也跟着下了车 妈 出什么事了 声音轻轻柔柔 一张鹅蛋脸美丽动人 楚楚可人 那人一看 当场坠入爱河 约嘛 你他妈 别太离谱 我想起来了 这位就是南三 犯了半步刑法的黑社会头目 因为女主和她的车 不小心发生寡蹭 南三提出赔偿 女主没有钱 只好用身体来偿 请寿 想报警了 南三此时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唐文文 一直在流口水 唐文文只看了她一眼 表情就变得复杂起来 她是班上的英语课代表 一看到那个纹身 整个人都被震撼了 小小年纪 短短一天 竟然能连续受到两次冲击 人类的择偶观 竟然能如此宽泛 前友爸总爱狗 这位更是重量级的 尊重 但不祝福 这时 南三宁笑着开口 结结结 不赔钱也行 那就用你女儿来抵债吧 做梦吧你 南三大怒 别静酒不吃吃罚酒 你这个女人 看了看我 然后画风一转 长得也不错呀 我一脸不可置信 拿出手机 光速报警 这附近全是高清摄像头 别说车祸细节 就连南三胸口上的纹身 都看得清清楚楚 交警没憋住 笑了两分钟 最后说南三全责 我要求折线 又收获了一笔钱 临走前 我把交警拉到旁边 暗示他们 好好调查调查南三 保不齐就是一个二等功 听到这话的时候 交警的眼睛都在发光 从那天起 我每日沐浴焚香 跪在菩萨面前祈祷 笑南三早日进去采缝刃机 阿弥陀佛 但祈祷好像没起作用 几天后 我先送女儿去学校 然后和平时一样 躲在暗处观察 唐文文站在走廊上 男主路程缓缓走过来 经过每天世界课的高强度补课 在昨天的考试中 路称成功考上第一名 他变强了 但也变秃了 隔着这么远 我都能看到他发亮的头顶 岂岂可危的几根头发 在风中颤抖 脸色憔悴 两个巨大的黑眼圈 还带着胡茶 和以前一样邪魅的笑 声音中气不足 小 嗨嗨 妖精 我直接换室法海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上这收腰来了 回去吃两片肾宝吧你 唐文文就算再不挑食 也实在吃不下这一口 同学 请自重 说完 叫来两个男同学 把光速苍老十几岁的路程扶走了 这孩子打小就善良 尊老 这时 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吵闹声 几个身穿黑衣的标型大汉 气势汹汹的闯进来 在教学楼下大喊 唐文文呢 给我出来 我们老大想见你 我转头看去 在人群中发现了那个瞩目的纹身 哦 是爱Shit人士 他竟然没进去采缝刃机 不科学 我还以为再过一段时间 就能买到他的周边了 他们肆无忌惮地冲进教学楼 在教室里一间一间找起来 我拿出手机 准备报警 身边的保安大爷把我拦住 看来 只能我出手了 大爷义不容辞地说了一声 拄着拐棍 颤颤巍巍地朝那边走去 一步三抖 不是 至于这么拼命吗 一小段路 走得他气喘吁吁 感觉马上要上西天 你们 不能 进去 小混混不屑地看了他一眼 滚开 否则老子把你埋起来当肥料 我迅速走过去 准备帮忙 还没等靠近 保安大爷眼中金光闪过 把拐棍往地上一丢 抓紧了一个小混混 往土里对 砰砰砰 直接表演了一个现场灾树 周围死一样寂静 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给我上 男三气得呵斥一声 几个人迅速将保安大爷团团围住 我立即跑过去帮忙 男三看见我 眼睛顿时发亮 看来 跟踪了几天 没找错地方 唐文文肯定就在这里 救命 这是什么品种的死变态跟踪狂 搜 一道黑影从眼尾闪过 学校的巡逻犬直接从天而降 斜着磅礴气势挡在他们前面 喉咙里发出嘀吼 这是一条退役军犬 分分钟进入战斗状态 很快 其中一个人就被巡逻犬按在地上撕咬 他哭着求救 救命 救命啊 快把他拉走 呵 别身在福中不知福 这要是被爸总男二看到 给羡慕死 很快 剩下的几个人 也被我和保安大爷陆续拿下 男三看情况不对 把腿就跑 我们立即追上去 一路追到女侧 好家伙 不愧是爱Shit人士 男三突然把自己的衣服撕了 露出胸口上的纹身 啪啪拍打着胸脯 他可能觉得这样很帅 我觉得他很像沸沸 老人 地铁 手机点 GPG 结结结 你们一个老头 一个女人 优势在我 知道道上的兄弟 都怎么教我的吗 16岁那年 我拿了一把砍刀 从东砍到西 从南砍到北 一直到天黑 砰 保安大爷上去一脚 把他踢飞了 反派死于话多 让你瞎嗶嗶 我立即冲上去 将人按住 和保安大爷 合力将他制服了 正准备把他绑起来的时候 下个铃声刚好响起 唐问问走进厕所 惊讶地看着我们 妈 你们怎么 他刚一靠近 立即认出了 南三身上的纹身 印象实在太深刻了 毕竟有这种爱好的人 并不多见 唐问问瞪大眼睛 震惊 不敢相信 你 你就算再喜欢 也不用找到这里来吧 他不到18岁的人生中 又增加了一个重量级迷体 南三和他的小弟 再次被警察带走了 我正准备离开 一个老师突然叫住我 文文妈 我有点是想和你说 这次考试 唐文文的生物成绩 考了年纪第一 尤其是生物多样性 这个部分 他展现出了独特的见解 我看着手中的试卷 笑不出来 这段时间 女主确实见识了 很多物种多样性 主打就是一个活学活用 老师好奇问 文文妈 你平时生活中 是怎么引导孩子的 我 知识来源于生活 没有技巧 全是经验 当天 我给唐文文买了一个蛋糕 庆祝他成功度过18岁生日 原住中 他这个时候 已经和三个男主 颠缆捣缝 不是天地为何物了 现在完好无损地坐在这里 老天爷知道 我简直操碎了心 唐文文感动得泪流满面 这是我第一次过生日 妈妈 谢谢你 突然想起 原文中 女主和妈妈的关系 似乎一直很冷淡 我决定对唐文文好一点 带他去打个酒驾 出发那天 我在学校门口等了半小时 迟迟没有看到女主出来 我找到教室一看 没人 一个学生说 唐文文刚下课 就和陆成一起走了 走了 我等在门口 怎么没看到 调查监控后 才发现陆成和唐文文 是从后门走的 两人刚到路边 突然出现一辆 十分眼熟的黑色面包车 两人被直接拖上车 扬长而去 是男三 他又被放出来了 想问问作者 他的周边 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买到 我蹬着三轮 火速前往郊外 只有一个目的地 原著中有一个 很著名的剧情 女主18岁生日过后 被三位男主 带到郊外的一栋别墅度假 我按照文中的描述 赶到目的地 果然看见别墅外面 站着好几个人 全部都是男三的小弟 放眼看去 都是新面孔 警方说 男三这次之所以被释放 是因为他甩锅 我给了那天跟着他几个跟班 汽车宝帅 这样的老大你们也跟 摆内障 看不清 抄电磁泡低眼睛 我从车里拿出装备 乔装打扮 偷偷混了进去 摸到二楼 终于听见唐文文的声音 他正在和黑社会男三说话 你就从了我吧 以后有我一口吃的 绝对少不了你 唐文文很慌 想起了他的纹身 不 不用了吧 你自己吃就好 我不爱吃哈 你从不从 唐文文双手在胸前话岔 大咩 婉拒了哈 我以前确实觉得无所谓 因为我妈妈从来不关心我 无论我怎么堕落 放纵自己 自暴自弃 都不能引起她的注意 但是现在 妈妈很爱我 对我很好 她关心我 爱护我 告诉我要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老母亲在门外露出欣慰的笑容 累目了呀 家人们 这就是养成戏的快乐吗 男三听完 脸色顿时变得有些难看 她沉思了一会儿 然后破釜沉舟般问 你不行 那你妈呢 我 谢妖 封心锁爱了 锁了但没有完全锁 钥匙就在门框上 一八五可以够倒 你 不行 男三欲求不满地走了 我紧随其后 跟着他来到一楼的另一个房间 刚打开门 竟然在里面 看到了另外两个熟悉的面孔 一脸甚虚的男主陆成 还有提臀霸总男二 靠 拳头硬了 我就知道 这起绑架是他们一起设计的 陆成把唐文文带出学校 霸总提供别墅 黑社会实施绑匪 他们是什么时候勾结在一起的 男三 怎么办 唐文文不从 陆成一边喝补药 一边冷笑 由不得他不从 呸 一群禽兽 男二 万一他妈报警怎么办 男三摩拳擦掌 把他妈也掳来 你小子 别太荒谬 霸总男二咬牙切齿 还有他家的狗 我要杀了他泄愤 这位更是重量级的 听不下去了 我们家的成员 他们是一个都不想放过 这屋子里凑不出一个正常人 难怪你们三个是好兄弟 我鬼鬼祟祟 准备去搬救兵 这栋别墅很大 大概有我现在的心理阴影那么大 我在里面转了几圈 没找到离开的路 反而先遇上了一个重要人物 宋玉 他表面上是男三的手下 但真实身份是警方卧底 援助中 他卧底三年 最后不小心暴露身份 被男三封进水泥桶里成河 最后连尸体都找不到 当初看文的时候 我就跟心疼他的遭遇 此时 他怀疑的看着我 你是谁 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 警察不愧是警察 一眼就能看出不对劲 不像外面那群睁眼瞎 刚才进来的时候 我只花了三分钟 就让他们和我称兄道弟了 这样的黑社会组织 竟然还能做大做强 这合理吗 我抓住宋玉 迅速躲进一个没人的房间 我是唐文文的妈妈 我知道你的身份 我们合作吧 我只想救我女儿 你把她们送进监狱 宋玉看了我一眼 一言为定 我松了一口气 对宋玉越来越欣赏 就是说 会呼吸的女孩子 真的很加分 当天 我离开别墅后 回家先去了路程家 一进门 看到路程妈妈在哭 最近路程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脾气越来越大 总是和我吵架 昨天跑出去之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了 其实 我不是路程的亲生母亲 我嫁给他爸的时候 路程已经八岁了 他爸没两年生病去世 我一个人把他拉扯大 心里想着 现在对他好 以后老了 他也能照顾我 没想到他现在这样对我 我想给他写一个惨字 人注中 路程把唐文文送上领导的床之后 确实得到了权力和地位 职位一路飙升 飞黄腾达 他发达之后 丢下正在生病的妈妈跑了 之后再没提及 想必他结局并不会好 毕竟在路程眼里 根本没把他当妈 何必当这个大冤种 我递给他一片纸巾 说 姐妹 有句话说得好 养儿防老 不如有钱防老 什么意思 我知道路程在哪 想不想合作 一起赚个养老钱 晚上八点 我家 所有人都到齐了 我 路程妈妈 爸总的未婚妻白洛西 还有卧底尼锦送玉 计划是这样的 先由路程妈妈 把男主路程引开 泰迪把男二引开 我把男三引开 趁着群龙无首 然后宋玉和警方里应外合 将别墅内外所有人 全部一网打尽 最后 在合力将三个男主抓起来 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 宋玉举起手 我只有一个问题 让泰迪去引开爸总 能成功吗 至少应该找一个美女吧 年轻 她还是太年轻 我搂着狗子 告诉她 这个家 没有泰迪给散 第二天 一切按照计划进行 路程被他妈一通电话叫走 满脸不耐烦 她前脚刚离开 汪汪汪 一阵清脆的狗叫声突然传来 爸总男二最近是越来越狗了 耳朵跟开了雷达似的 一捕捉到狗叫 就开始四处张望 刚看到远处巷子里的泰迪 瞬间眼睛发亮 我有点事 先走了 留下一句话 捡起一个木棒 然后急匆匆追上去 妈的 怎么都走了 黑社会男三骂了一句 他刚要走 我探出头招了招手 大爷来玩啊 男三眼睛顿时一亮 一边吸口水 一边跑过来 他们年纪轻 不知道你的好 错把唐文文当成宝 其实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稀溜 家人们 没开玩笑 我忍得眼睛都疼了 才能忍住没翻白眼 属于工伤了 我朝他勾手指 如见腾化 你过来啊 男三立即走过来 刚走过来 我迅速从身后掏出一个木棒 迎头劈下去 咚 他直接倒地 我丢下手里的木棍 一路往外面跑 担心狗子对上男三 会被欺负 刚来到后院 被眼前的画面惊呆了 男三抱头躲在墙角 在狗子的攻击下 瑟瑟发抖 不断求饶 别咬我 救命 我 就你这样的 也敢说自己是霸总 哇 哇 泰迪展现出了惊人的实力 喉咙里不断发出低吼 威风凛凛 我早说话 这家不能没有狗子 我冲上二楼 在门口酝酿了一会儿 生怕又找错房间 看见什么辣眼睛的东西 鼓起勇气推开门 看见唐文文在里面 才松了一口气 他正蹲在地上 低着头 和那天在厕所着火 男主丢下他逃跑时一样 文文 直到我喊了一声 他才抬起头 瞬间泪如雨下 妈 我迅速上前 帮他解开绳索 别慌 我说过 无论你在哪 我都能救你出去 唐文文依赖地靠着我 我知道 我听妈妈的话 自尊自爱 保护自己 这些话 都是我那天在医院和她说的 当时唐文文跟失了智似的 满脑子江湖 没想到她竟然记住了 我不禁想起 昨天在门外听到的那些话 女主所做的一切 只是为了得到母亲的关注和疼爱罢了 我心头一软 抱着她 和我回家吧 出来的时候 宋玉已经带着警察 将别墅里里歪歪 所有犯人都抓住了 男主路程刚打完电话 把妈妈通骂一顿 刚回来 就被当场勤拿 男三还昏迷在巷子里 不费吹灰之力 至于男二 听说找到他的时候 他正被狗子打得哭爹喊娘 一看到警察 就吓得连忙抱住他们的大腿 好不容易才逃出来 前脚刚得救 后脚就被戴上手铐 一 脑子里有画面了 所有人被扭送到警局 警察听完他们的行径 顿时破口大骂 唐文文还是一个学生 你们竟然对他做出这种事 简直禽瘦不如 男主角陆成德脸色惨白 大口大口喘得粗气 说不出话来 他现在身体虚得很 刚才逃跑的时候 稍微跑了几步 就累得大喘气 我很担心 他嘎在警察局里 男三一脸无辜 阿瑟 我是冤枉的 我没想对唐文文怎么样 我喜欢他妈内心 男二表示自己也很无辜 我也是冤枉的 我只是想宰了那条狗 发言震撼全警局 是人性的扭曲 还是道德的沦丧 当天 警局紧急给他们做了个 全方位消毒 以防万一 这次的扫黑除恶活动 大获成功 引起巨大轰动 谁也没想到 赫赫有名的集团总裁 和学校的优秀尖子生 竟然也会参与到 这次的犯罪活动中 让人唏嘘 我和陆成妈妈 因为协助有功 都领了一个奖状 上面写着四个大字 罪恶可心 卧底宋玉表现出色 光荣生殖 唐文文平安回家之后 我带她去医院 做全方位检查 瞬间打了酒驾 一针下去 她疼得眼泪汪汪 扑进我怀里求安慰 我塞给她一颗 大白兔奶糖 唐文文就是个 没长大又去爱的孩子 顿时感动地抱住我 妈妈 谢谢你爱我 如果没有这份爱 她可能已经自我放逐 堕落进深渊 永远爬不出来了 我摸摸她的脑瓜子 心生怜爱 几个月后 唐文文参加高考 顺利考入本市一所大学 就读于文学系 九月 我送她去学校 好几个学生 以为我是唐文文的姐姐 不知道什么是我的错觉 我感觉自己的五官 正在慢慢向上辈子靠拢 甚至就连唐文文都说 妈妈 你变得越来越年轻了 我心情大好 甩给她几万块钱 以后你住在学校 好好照顾好自己 注意保护好自己 唐文文一脸无欲无求 我现在一心学习 男人只会影响我学习 我点了点头 这些时间 唐文文改变巨大 从破文女主 直接变成了起点大女主 一心搞事业 男人靠边站 我不用操心 跨着限量款薄金包 踩着高跟鞋 飘然离开 出了学校 驾车来到市中心的咖啡厅包间 其他人都已经到了 宋玉身穿警服 最近又升职了 警司的制服 穿在她身上格外帅气 陆成妈妈最近去国外 做了高科技美容项目 她让去年轻了十岁不止 穿金带银 富贵荣华 听说 最近她和一个小明星好上了 小明星一口一个姐姐 叫的不要太甜 我进去刚坐下 白若曦便拿出一份资料 笑着说 这是上个季度公司的分红 姐姐 你们看了对不对 没问题我就打过去了 之前计划将三个男主 一网打尽的时候 白若曦也没闲着 我们负责抓人 等爸总男二一落网 他就迅速行动 将其公司产业迅速吞并 而我和陆成的妈妈 都是股东 没问题 没问题 陆成妈妈笑得合不拢嘴 拉着我 还是当初你说的对 两人防老 不如有钱防老 我玩啊 这个世界上 只有钱不会背叛自己 白若曦把公司打理得很好 光是这段时间的分红 我就攒下了这辈子 都花不完的财富 我收好资料 转头看向三位好友 文文助校了 接下来几个月我都有时间 大家有什么计划吗 有 咱们先出国 环游世界一圈 然后去魔力卖客 听说只要五百块 就能让六块腹肌的帅哥 就能在我身上跳舞 我想试一试 最后 我开的影视公司 最近签了几个小奶狗 又乖又听话 其中有几个一直想找金主 不知道你们感不感兴趣 我微笑 听着他们讨论 我穿成了破文女主的妈 28岁 无痛当妈 资产万千 美貌依旧 用户体验 感觉美呆了 至此全文完 感谢观看